6月30日下午 习近平搭高铁抵达香港 史上最低名望的特首林郑月娥亲自迎接 其两年多来未曾出国 首度离开大陆 是为了香港技艺主权移交25周年 港府规划保安区与核心保安区 一些记者在西九龙高铁站 湾载会展中心附近等待 但被排聚在远远的外围 警方动用庞大警力出动装甲车还搜查记者 周边道路被封锁 地铁站被封锁 清冷肃杀 你确定这是到了已经全是爱国者 在上班立法会治理的香港了吗 我怎么感觉导演整个就设计错了 这个场景 这是习近平独闯虎穴呀 敌营18年的情节 对不对 所以说香港真的是毁掉了 现在能够威胁习近平人身安全的 不可能是那些外国势力 习近平想到一定是他自己 中共内部的党内火兵 然后在香港 上海帮的基地 中共党内各个系统的人都有在里面 都有插旗在香港 国安法强加香港两周年 场外草木皆兵 场内安排大量民众迎接 但习近平在车站谈话 前方却一片空档 只有几名官员 习称香港浴火重生 一国两制是有生命力的好制度 港幅保安局长邓炳强日前预告 将所谓全方位立法从严管控 那这个呢反而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非常的不利 绝对不是像香港官员所说的 这个是一个三大风险 而是呢 深深的刺痛了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 就香港俗称的沦陷25周年 他说的一国两制的成功 偏偏就是告诉你这个骗局已经完全破功了 他说行稳自远重回正轨 基本上都是重回了这个中共的那个魔道里面 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坤发文指出 台湾继续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中共违背两制承诺 还要制定基本法23条 民主自由国家已见探亲中共本职 他依旧相信 现在不是香港民主的中章 而是改革力量的忍辱负重 香港民主党有不少党员被关押 被迫离开甚至流亡 30日发表立场书 呼吁当选者释放政治犯 主动修补撕裂 民主党重生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强调只有真正的民主 更大的自由空间 才能获得港人的民心 新唐亚太电视张东旭 香港台北报导